第1王牌 歡迎來到動漫茶館 我是說說人柳韻 講到流川風的角色原型 作者錦川老師畫他時有哪些彩蛋 上一回都有說明過 本期終於要進入流川的實力分析 不過在故事開始前 先拋出一個有點爭議的問題 究竟誰是湘北的第一王牌? S王牌這名詞是有特別意義的 不單單是指隊上的第一得分點 而且是全隊可以信任、仰賴的 是關鍵時刻最能扛起勝負責任的人 以靈南隊來舉例 隊長是魚柱 王牌則是仙道 就算魚柱或福田的得分有時比仙道高 但仙道的王牌地位無庸置疑 只要有仙道在 我們就有希望 這就是王牌啊 可是湘北隊的狀況比較微妙 在逆境、在絕境中可以拯救球隊的 湘北好像有兩個 流川峰跟三井獸 甚至可以說有四個 赤木跟櫻木常常也是扭轉戰局的人啊 也因為這樣 湘北的王牌之爭 一直是很多人喜歡討論的 但我這邊要先下個結論 其實沒什麼好爭的 湘北的王牌就是流川 欸 三井的粉絲先別激動 我個人非常喜歡三井 之前也做過三井獸的人物誌 如果要說對三網一戰 三井堪稱是王牌 是勝利的MVP 那當然沒問題 但王牌的定義通常不是指一戰的工程 我看網路上的文章跟討論 多數還是按照劇情 認定流川為王牌 那至於少部分說 三井其實比流川更強 三井才是真王牌 我只好肯直接的講啦 這種文章要嘛是刻意的 故意寫來騙人 要嘛就是真的沒看懂原作 剛好解釋一下 日文的用字 中文讀者未必清楚 學生運動漫畫常出現的字 看到主將就是對象 看到S就等於王牌 所以看中文有時會混淆 主將跟王牌似乎意思一樣 沒有講清楚 但那是兩個名詞喔 當漫畫說赤木是主將 不代表赤木是最強的 原文的意思很明確是指隊長 當然我絕對不知道說赤木不重要 三井不重要 只是說在這部漫畫中 旁白或其他人口中早就多次說過 江北的王牌就是流川風 沒什麼爭議 確立完這點 我倒不是說 一切作者說了算 那後面就不用討論了 接著可以探討的是 設定中流川是王牌 那他真的扛得起王牌的招牌嗎? 以下談談流川的進化之路 流川風給人一種感覺 好像一登場就把初始能力點滿 屬於開外掛的角色 不過作者是很謹慎在用這個外掛的 至少我覺得這人物並沒有做壞 流川風一路上的成長還是很明顯 不囉嗦 我們直接來看漫畫 首先是國中時期的流川風 一場比賽可以拿51分 簡單說就是四個字 得分之鬼 這傢伙187公分 有體能 有爆發力 又有全面的技術 基本上單打沒人擋得住他 剛從國中身上高一的流川 比賽主要手段還是單打 不過在香北跟林南的練習賽中 流川已經踏出了第一步 這場比賽我翻漫畫統計 流川得了22分 比得分更重要的是 流川在攻防兩端都做出貢獻 這是他第一次遇到一個真正的超級王牌 林南的仙道 流川封盡全力去壓制仙道的得分 而當體力下滑時 安西教練下指示 叫流川跟菜鳥櫻木一起盯仙道 流川雖然不情願 但他還是很配合喔 甚至罕見的說了很多話 教櫻木如何防守 這是非常前期的劇情 宮城跟三井都還沒登場 流川跟櫻木的關係也遠遠不如後面 這時更是水火不容 那流川為什麼願意做到這個地步 因為他想贏啊 這個男人眼中只有勝利 他打球並不是只會自幹 只想當主角 其實早在這場練習賽 就有一個經典場面 看看流川傳球給櫻木 多像最後的那一戰 這場比賽在最後一秒鐘 湘北遭到仙道逆轉 這對櫻木跟流川來說是很寶貴的一刻 而且可以看到 流川封看似極度自我 然而他很願意去學習 去改變 這場球流川至少學到三件事 首先 只會得分是不夠的 像仙道那樣能夠主宰勝負 才叫做真正的王牌 從這一刻起 仙道已成為他心中主要的假想敵 成為他的目標 第二 流川經由比賽看到赤木的實力 遠遠超出一般高中生 這個隊長是可以依靠的 當然 還有那個紅頭 雖然流川看櫻木不順眼 但也暗暗承認櫻木的實力 這些都為未來做好了伏筆 對了 你有沒有想過 劉川鋒明明都有傳球 為什麼常常被說不傳球 這點後面會談 我們繼續看劉川鋒的數據 漫畫告訴我們 他在神奈川縣 場均30分 全縣得分第二高 那劉川鋒有沒有為了搶得分王 對上落隊拚命刷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快速看看地區預賽 第一場對戰三普台 江北這些問題兒童因為打架 被安息教練懲戒 做了一下板凳 並沒有那麼適合刷數據 第二戰 湘北160比24 第三戰 103比59 第四戰隊金九五 111比79 不過這幾戰並沒有畫出詳細內容 我們先往下看哦 對戰翔陽 這是湘北第一次遇到全國級的強隊 這一戰發揮最好的就是三井跟流川 三井上半場被長谷川首到值得五分 結果下半場 岩之南大爆發 連續投進三分球 包含一個快攻時 步往裡面切 反而後側步偷三分 超狂 超帥 以前高中生這樣打球肯定被教練罵 這完全是現代NBA會出現的場景啊 錦上老師真的是引領時代 也正因為這一戰的三井太帥太搶眼了 大家印象很容易覺得 他的貢獻遠大於流川風 但你知道嗎? 翔陽佔流川的得分應該高於三井 三井整場拿下20分 流川的進球雖然沒有足球畫出 但從漫畫中可推算 他的得分介於20到22分之前 當三井下場之後 流川接管了比賽 這邊要強調的不只是得分 流川先用一個霸氣的灌籃追平比數 而且他注意到了勝負的關鍵 原本襄陽雖然高大 在禁區還是討不到便宜 但櫻木四範後 不敢積極防守 變成明顯漏洞 流川風說櫻木像縮頭烏龜 這句話點醒了櫻木 如果流川真的是只顧自己的人 他就不會常常去積陰魔了 後來,當櫻木出現驚天一貫 寇飛、花形、勇野 儘管被吹犯規 但這球絕對是灌籃高手十大好球之一 流川難得沒有說大笨蛋 只是對櫻木說了句 這球太可惜了 這些一方面顯示 流川風越來越有背負責任的自覺 而且還會觀察周圍的隊友 他也是可以鼓勵別人的 這個韌性的一年級生慢慢長大了 海南之戰 流川再次進化 當赤木受傷下場 所有人都以為香北完蛋了 但這個男人的鬥志燃燒了起來 他一個人力挽狂瀾 回應前面的討論 什麼是王牌 能夠解決問題的就是王牌 這一戰讓香北全隊再次確認 這小子平常有點驕傲 有點討厭 但球給流川 就是最好的戰術 流川風上半場狂砍25分 更狂的是 他竟在短短2分鐘之內得了15分 一個人帶領香北追平海南 當他狀態好的時候 誰都擋不住啊 流川根本是1打6 打敗了清田 壓過了阿牧 擊敗了進攻技時器 還折斷了高頭的扇子 總計海南一戰 流川全場得分31分 明明打出了這麼好的表現 然而 流川風心裡只有滿滿的不甘心 這說明了流川風為何強大 因為他渴望勝利 渴望頂點 這點跟阿牧很像 只要輸球了 其他都沒有意義 流川風這一戰由於耗盡體力 最後關頭無法上場 調節分配體力就是他的下一個功課 他一直在球進步 這就是流川可怕的地方 林南之戰 流川記取教訓 他知道在比賽下半場的關鍵時刻 他必須挺身而出 赤木這句內心獨白很有意思 他說三井櫻木可能會不高興 但流川已經確定是球隊的S了 如果沒有流川 三井確實是最像王牌的人 流川為何在隊內練習賽找上三井 原因也顯而易見 這是題外話就是了 說回湘北隊林南 當赤木失場的時候 是誰跳出來拯救球隊 又是流川風 雖然這時候 流川幫助球隊的方法還是一樣 還是靠得分 不過跟早期的那種單打又有點不同 他更像是用個人表現帶動湘北的士氣 而且用行動告訴大家 有我在 放心吧 這種可靠的感覺 已經接近先到了 流川上半場只得2分 後面砍下18分 都集中在決定勝負的後半段 雖然帳面得分變少 即使影響力反而更巨大 他已經展現出真正王牌的霸氣與心理素質 在進入結論前 我們先算一下數學 流川風的主場得分 翔陽戰約20分 陵南戰20分 海南戰31分 而他現在8場比賽平均30分 等於總共拿240分 也就是說 扣掉3個強隊 流川其他5戰拿下169分 平均也才33.8分 這代表流川並沒有靠打弱隊去刷4、50分 他的高得分含金量相當高啊 講完了得分 該來討論流川風的傳球問題了 剛才回顧前期的比賽就會發現 流川有在傳球啊 那麼如何解釋劇情中說的不傳球 我來整理一下 流川之前會傳球 但常常都是在 確定沒有機會攻擊籃框的時候 他才把球傳出來 所以也比較容易被斷球 就算真的順利傳出去 那也是比較勉強的傳球 而且流川一直保持這個習慣 結果遇到真正的強者馬上被釋破 因為持球時間過長 等到打不進去時才傳球 這是典型的自幹打法 這種傳球確實不是傳球 不過翻回比較早期的比賽 流川風也出現過妙傳哦 而且不只一兩球 難道是作者設定失誤嗎? 不 我覺得打過球的就知道 看到一個大空檔傳過去 跟想辦法製造隊友空檔再傳過去 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後者的難度高多了 流川過去的妙傳助攻 很明顯多半是前者 也就是說 當他心裡決定這球要自己打時 他就沒空看隊友了 就算其他人有機會 他也傳不出去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事 就連職業球員有時都會提前預設 這球我就是要傳 這球我就是要打 但這樣的球員比較容易被守住 而像宮城跟仙道為什麼這麼難防 就是因為他們持球時 真的是一邊看隊友的狀況 一邊決定如何進攻 說起來簡單 不過這是非常難做到的 尤其已經習慣單一模式的人 更難調整 但流川風竟然在比賽中突破了 進化了 有沒有發現這樣解釋過 再去看流川真正的傳球 變得更感動了 為什麼他傳給赤木的這個妙傳 這麼讓人震驚 當然不是說流川以前完全不會分球 而是對他來說 以前九成九會自行出手的這一球 竟然傳了出去 這就是成長啊 另一球更了不起 流川抄到澤北的球 迅速推進到前場 這種快攻自己打掉很合理 但是下一秒 他看到更好的機會 然後三井接到球出手 這一球的拋物線比以往都還要高 都還要優美 這是湘北兩位明星的夢幻配合 當然美到不行 傳給赤木 還有點像預設的布局 傳給三井 更像是隨機應變 這幾球的層次越來越高 最後 來到大家最熟悉的那一球 作者這一步一步的堆疊太省了 雖然重看過無數次 但年輕時我真的沒完全看懂 以為流川只是學會把球給出去 然而不只是這樣 先不說流川要不要傳球給櫻木啦 如果是過去的流川風 決定自己上的瞬間 眼前就只有籃筐了 並不是不想傳球 而是他眼中根本看不到別人 然而這一次 他看到了櫻木 這球在不可能的情況下 還能傳出去 是流川的成長 而直到最後關頭還緊記著 左手指示輔助 是櫻木的成長 於是這球Buzzle Beater 讓兩人的成長之路圓滿了 讓我們的青春圓滿了 順帶一提 櫻木投籃時腦中浮現的標準動作 正是流川的動作 他用理想的姿勢投進這球 從各種意義上 這球都是他跟流川風一起進的 這樣的結局 真的是漂亮到不能再更漂亮了 今天這集就先說到這裡 當然 如果要講櫻木跟流川的種種互動 還有太多可以說的 那些就放在下回的櫻木篇吧 希望這次有讓大家看到流川的美麗 其實平常流川對赤木 對柴子學姐 都很有禮貌 這種反差也是他可愛的地方 而在追求最強 追求最高的境界 這方面他也從不動搖 誰說這個角色淺了 我反而覺得年紀越大 越是欣賞 越是向往流川那樣的純粹啊